好 當你快篩陽性的時候 要經過醫生的視訊問診 如果醫生覺得 你應該用藥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讓醫生來決定 指揮中心你可以不要管這件事情嗎 為什麼不可以 真的 現在有些就是 問這個醫生視訊的時候問醫生 也許我覺得我自己是高風險區 我怎樣怎樣之類的 醫生如果覺得 醫生說不行不行不行 按照指揮中心的規定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這個PCR 你看到這個柯問哲說 不只 因為現在規定只有65歲以上 還有這個長照機構的住民 他說不應該只有這些族群 而是應該改為高齡或是高風險族群 當快篩陽 而且在臨床上出現明顯症狀 就應該相信醫生的判斷 也就是說 你把決定權交給醫生 好不好 因為用藥時機很重要 必須在發病的前五天 到後面的效果變得很差 所以分秒必争 他還說應該將這個臨床 跟法律上分開 如果要等到百分之百確定染疫之後 才用藥治療 你就會錯失黃金救援的時機 之前他說如果這樣做會死很多人 侯友宜也講對不對 這是只針對65歲以上 最重要的就是快篩陽視童確診 為什麼一直強調快篩陽視童確診 就是要爭取用藥時機 來 韓濱剛剛打斷你 你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最重要快篩陽等同於PCR確診 他分享很多層面 沒有錯 有行政層面 有法律層面 有醫療層面等等 目前萬事莫如救命級 所以我覺得這個救命 跟法律在保險上 是可以分開這不困難吧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陳時中每一次到了這種時候 他要找藉口的時候 突然之間在乎法律 你防疫走在中心成立到現在 你多少東西 根本就是違法 甚至違憲了 你就硬幹 你還不是都這樣硬拗過去了 到現在資料不可以查 什麼都不可以看 全的合約內容全部沒有 你還不是這一切都違法 你還不是這樣硬幹 現在你突然直接告訴我說 違法很嚴重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一直說那個藥不能開放 為什麼 因為會有藥會有交互作用 好 藥會有交互作用 結果你今天開放65歲以上 全一下65歲以上 是不是幾乎每個人都有慢性病 那交互作用不是更嚴重嗎 為什麼高風險群你反而開放 低風險你不開放 全一下這什麼鬼 這到底什麼邏輯 完全看不懂 其實很簡單 陳時中從頭到尾 就只在搞一個 因為他的藥不夠 所以他不想開放 就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他怕醫生真的開藥 馬上會檢驗出來 他買不夠藥 就是這件事 陳時中講話的模式 大家已經懂了 他越不要你怎樣 就是那個東西不夠 不要你快篩 快篩劑不夠 要不然就病床不夠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不開放 就是藥不夠 很簡單的來講 來藥不夠真的 我們看到什麼都不夠 連中藥也不夠 清冠醫號也不夠 西藥也不夠 當然了 這個莫沙東口服藥 今天晚上又會抵台 有一批 那麼稍微緩解一下 還有這個醫師蘇伊峰講 他說西班牙2萬人確診 研究發現 使用一種很簡單的話談 要NAC 就可以減少四成的死亡率 而且這個藥很便宜 很容易取得 就一講不得了 現在大缺貨 不只是民眾搶藥房 都在這個調貨 現在陳時中又說 指揮中心手上有些科學證據 有新的藥物或是特別研究 會請專家做討論 昨天聽到這個消息 就說要做討論 這個對於民眾來講多重要 救命藥拿不到 我知道可不可以先用這個 你昨天請專家討論 請問討論了半天 今天要告訴大家 對社會大眾講要更謹慎 這什麼意思 這專家討論的結果嗎 不只這個六大 家裡常備藥品 爆缺貨潮 現在媒體常會公布 有沒有 你家裡應該準備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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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一下就缺貨 之前包括維他命D 也是一樣 這些東西體溫劑 鮮氧劑 鮮氧劑現在買不到 對不對 什麼都缺貨 所以這個開箱 你怎麼看 我們怎麼會缺成這樣 怎麼會搞成這樣 這是匪所思不可思議 那快篩氧等同於這個確診 這條其實可以分開 一點都不困難 我覺得在這裡 是不是應該大聲呼籲一下 爭取一下用藥時機 我覺得這分成好幾個問題 因為確實就陳時中的話術就是這樣 當口罩不夠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幾乎現在所有台面上那些專家學者 李秉穎講過 大眾運輸工具不用戴口罩 這些他都講過 好經典 然後疫苗不夠的時候 就感覺這個疫苗很爛 那個疫苗中國製的 獎金大概有的沒的 快篩也是這樣子 所以藥就是很明顯 就是因為他不夠 其實這也不是 這也不是我們在這邊推測 我前幾天就在我這個 有別的群組裡面 有醫生的朋友 他知道我們會上這段節目 就說趕快幫我們反應一下 現在所有的病人 幾乎都會有症狀 就是光是有症狀的病人 他們藥就開不完了 就是客扣人家 或什麼規定怎麼樣 基本上第一線的醫生 看到病人有症狀 怎麼可能不給藥 我們給出去之後 後面就沒有 這是一個實在的問題 所以就是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我覺得快篩陽性 跟快篩陽該不該給藥 這又是兩個問題 前面講了快篩陽該不該給藥 是藥不夠的問題 所以克文哲講的 就講說 你不能在法律上面 為了要確認這個陽性 才給藥 會錯視用藥黃金時期 這講的是一點都沒錯 再來快篩陽性 為什麼不能直接 單純確診這個問題 其實就回到我們前一段講的 因為不想要 這麼多確診的人數 大家有注意到嗎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我們的PCR 就是做到差不多9萬人 最近做到9萬人 就沒有再成長過了 就沒有再成長過 所以如果當他的固定 就做這麼多的話 我們的確診數字 就不會崩潰的難看 現在停在6萬多 像是5月10號 做了9萬7千731人 對 然後11號做了9萬2千981 12號9萬1百21人 然後13號甚至只有7萬2千多人 然後這樣的數字就是6萬多 甚至還有人發現說 把新北跟台北的數字 然後同時列出來 會發現一個高一個低 像敲敲板一樣 因為都送去差不多的地方 塞滿了就沒有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數字就會這樣子 不會讓他覺得很難看 可是如果你快篩陽就確診的話 大家人手一劑快篩劑 一篩陽這個數字就放上去的話 就可能會出現像韓國那樣子的 一天60幾萬人確診 這個數字不是不可能的 像剛剛講 連指揮中心自己內部 這對整個就不只是公衛啦 那對於政治上面來說 也是一場海嘯 那現在你公衛防不住了 至少在政治上面 不要給阻止添亂 我覺得是陳時中現在的核心價值吧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次數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 OK